尽管近年来面对的讨伐声浪越来越强烈 但是中国广西玉林市今年还是照样举办狗肉节 那今天6月21号正是玉林狗肉节节目的日子 不少的爱狗人士聚集在玉林市 向市政府、土狗的商贩和吃狗肉的人士表达抗议 要求当地人拒绝这个文化 按惯例在每年夏至展开的玉林荔枝狗肉节 21号在争议声中照常节目 数以千计的大小狗狗被运到市场上 让人们选购后当场宰杀 这样的画面叫爱狗之人难以忍受 不少爱狗人士于是也在狗肉节期间 从各地赶到玉林来示威抗议 我满反地到玉林来是做做宣传 让这些人都明白狗是我们的朋友 我们不能随便宰杀他们 狗很多他们杀的全部是 很多我们是伴侣动物 爱狗人士和保护动物组织希望 能通过抗议活动施压当地立法禁止狗肉节 但对于玉林爱吃狗肉的人们来说 这却是在侵犯地方习俗 就是这个过节是这么多年过来的历史啊 不能说你爱狗就改掉了 玉林狗肉节近年来面对的 踏伐声浪越来越强烈 不少外国政府和艺人也都表达关注 多名好莱坞明星如马特达蒙 瓦昆菲尼克斯和朗尼玛娜等 今年就联手拍摄了动人的短片 呼吁人们抵制狗肉节 这个短片由动物保护组织 动物健康计划 主催策划及拍摄 希望通过名人的影响力 能救出更多狗狗 NTV7综合报导 NTV7维合报导